那麼美國前總統川普在當地時間15號下午疑似呢 遭到有一名男子意圖要來暗殺 那麼再次的被企圖暗殺嗎 現在呢在這個部分特勤局也證實了 特勤人在發現步槍當下也立刻來開槍制止槍手 而警方事後也來補充了 來看到在這一回 在這個事件發生的地點 就是在9月15號在佛州的一個國家搞復求場 這川普的字叫搞復求場 他在打球的時候附近爆發有槍響 好 這是他第二次成為槍手目標 他事後也表示說是安然無恙 沒有任何的事情能夠阻止 同時也絕對不會投降 那麼根據新聞的報導 這名男子是疑似為了宣洩對川普的怨氣 所以持槍來到了高爾夫球場大吼大叫 而也跟警方來補火之後逃逸 好 在這個部分呢 槍手當時跟川普距離大約是300到400公尺 那麼因為他的配備是有瞄準鏡的步槍 也不算是太遠距離 那麼同時呢 在警方在公路攔截包圍他 在草叢發現了有AK-47的步槍 背包號還有附有GoPro部分 我們先聽聽最新說明 yr widespread是否有在哪裡 是一位判案的 控制本部 前提告 對河低地 上什麼司令 在川普遇 Pink 迫 上彈 川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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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被捕捉和停了 可能是約300至500公斤 但用槍和鏡頭這樣 那不是很長的距離 綜合多家的媒體報導 執法人在發信在小蟲藏有一名 持步槍的男子之後 就朝他來開火 而且開槍超過四槍 但是特勤還是沒有辦法來制服他 路透也報導了川普事後透過簡單的聲明 表示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他 也絕對不會提醒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一次 在紐約時報也引述了消息人士表示 這一名的槍手魯斯 今年是現年58歲 那他是一位極左派的支持者 常常來批評川普 拜登 普丁 強烈表達力挺烏克蘭 以及台灣的立場 也曾經發起募資想要派 數千阿富汗士兵來保護台灣 那當時呢 他是距離槍 這個槍手距離川普大約是只有 450公尺的距離 也因為被發現 當時川普是在這邊打哥奧夫球 所以呢 他也遭到警方來開槍來制止他 那這一回 在川普的部分 疑似再次的遭遇了槍擊暗殺未遂 那幸好這名男子被成功制服之外 川普本人也沒事 根據最新的這個消息調查方向 這看似一起 就是針對前總統川普的企圖暗殺 那麼你可以看到 在川普的對手賀錦麗 賀錦麗呢 也表示說 這個暴力有 在美國已經沒有容身之地了 同時 在 泛斯的部分 這個川普的競選當中泛斯 他也說很高興 川普安全已經跟他通過電話精神良好 不過大家也想問一問了為安的部分 在當地時間15號下午2點左右 傳出有可疑的男子 帶著槍枝出沒 甚至一度想要開車逃逸 但是依舊被逮捕了 那很明顯的是有動機 在附近也找到AK47步槍 還有GoPro等等 現在呢在這個為安的部分 是有難度嗎 棕櫚灘警長布萊肖就說了 如果說川普是現任總統的話 他的高爾夫球場就會受到 是一個包圍式的保護 但可以看到球場的周圍都是灌木蟲 所以當有人進入的時候 幾乎是看不到的 知識人士就說了 這個高爾夫球場是川普自己的財產 長期以來都是特勤人員 十分頭痛的一個點 因為在球場周邊有公共道路 樹木山球等等 這樣的一個地形 事實上是蠻有力 暗殺者隱藏 那川普還是總統的時候 球場附近就會以為安視 非常的嚴格 但是呢在離任之後 就有一些限制被取消了 所以甚至還有民眾來到附近 從人行道的部分 也能夠看到川普 而這一次呢 也幸好是有提前來發現 沒有讓漢市發聲 而現在BBC駐北美特派記者組客 就說了 美國在這次大選之前 已經有數十年未發聲 針對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 政治暴力 但是你看到 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先前 再到現在 兩次明顯的暗殺企圖 而且目標都是川普 這類的攻擊 或許會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新常態 那麼川普呢 要代表共和黨 來競選總統 在賓州先前 我們可以看到 他跟賀錦麗辯論 外界就來評估做出 說賀錦麗的表現比較好 之後 這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 流行月的天后泰勒斯 他發文力挺賀錦麗 在辯論幾天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川普就發出了 我恨泰勒斯這樣的一個發文 也讓大家覺得蠻意外的 那現在在媒體報導 美國大選在即兩位候選人的表現 是否走掉呢 賀錦麗在賓州接受訪問時 回答空泛 不斷地重複辯論的話語 毫無實質內容 以發批評 至於在川普部分 發表移民吃貓狗的聲音言論之後 現在再次的揚言要大規模的驅逐移民 好這個月靠近的時間點 大家這個一舉動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仔細 還有言論 當然是備受關注 那麼選情白熱化 賀錦麗跟川普在關鍵州 就進入到肉搏戰 賀錦麗選擇在賓州首次單獨受訪 但是就被嘲諷了 答非所問 像是空心菜 而至於羅馬天主教教宗方希特 也被問到川普 賀錦麗兩個人 她的回答耐人喜無欣慰 拜登在華府大動作為賀錦麗站台 說她是上天的選擇 黑人的成就就是美國的成就 但是現在傳出賀錦麗在賓州造勢 並接受媒體訪問 川普陣營嘲諷賀錦麗回答 美國大選甚至引發教宗方濟各的評論 她有別於過往的教宗公開談美國大選 報道指出方濟各賣了個關子 呼籲美國天主教徒必須兩害相權取其親 按指川普跟賀錦麗都不夠合格 教宗進一步指出驅趕移民跟墮胎 都是違反人道的罪惡 雖然沒有點名川普跟賀錦麗 但是言下之意 教宗並不滿意川普的反移民政策 也不挺賀錦麗的墮胎政策 美國有52%的天主教選民 傾向共和黨 而44%是傾向民主黨 教宗的表態是否會動搖 選民的支持度還有待觀察 不過流行天后 泰勒斯日前發文力挺賀錦麗 原本以為會拉高選情 結果民調釀成反效果 《紐約時報》報導 有20%的選民表示 泰勒斯的力挺 使他們更不想要投給賀錦麗 記者孫一針報導 根據道路媒體報導 今年第13號颱風被逼加在 今天早上7點半在上海的浦東登陸 這個颱風被認為是1949年來最強的颱風 來看當時的最新狀況 截至目前最新的消息 颱風的中心風力已經達到了14級 屬於一個強颱風的級別 那麼在現場我們也可以看到是風雨交加 我在這裡感覺到有一股無形的力 由北向南把我往後推 現場的風力是非常的強 那麼剛剛我在海邊也是看到 在不遠處的海面上也是巨浪翻滾 可以證明風力已經是非常的厲害了 這颱風被逼加是1949年以來 登陸最強的一個颱風地點 就在上海浦東的領港新城 登陸時在中心最大風力高達14級 浙江江蘇上海等等沿海地區都受到影響 另外在交通的部分 鐵路上海站計劃會暫停部分列車確保安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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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